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袁宏盛捏了一年 遮柄入边藏住的利剑 眉头眉皱 十日边在盘算住 到了信仰的话 那位有些疯癫的长公主 应该会怎样安排自己这个 潜伏了很多年的棋子 向他的内心深处 不可以避免地 对宰上林若浦有一丝愧疚 毕竟他们是几十年的老友 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还要多一些 向上府隐藏了这么多年 最后终于完成了当年的承诺 在再上落台的过程之中 袁宏盛扮演了最不光彩 也是最重要的角色 林若浦冒杀他 这个本身就是值得 袁宏盛感恩的事 他已经遣散了 跟着自己的书筒 这辆马车上除了他之外 就是得前边那个车夫 袁宏盛冷冷地望着车夫挥边 发现对方的手腕极其之灵活 显然身上有着极为高强的武功 等着很久之后 车辆过了十八里驿站 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山道 正在这个时候 马车慢慢地停了下来 车夫拧着回头 用极为之不尋上 极为之锐利的梦光 冷冷地望着圆魂道 沉默了很久之后 车夫忽然之间开口 苑长大人 名宿下向先生表示感谢 请允许下官 私人向先生表示敬佩 袁宏盛略带一丝感想 一切为了庆角 一切为了庆角 袁宏盛坐着马车 向着信仰长公主的封地开过去 就对自己内心深处 守了很多年这句话 感觉都有一些荒唐 好几年之前 当长公主开始喜欢 如今的宰相大人的时候 当时身为监察院二处 第一批暗中成员 袁宏盛就开始接受了 陈平平的安排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有了一个新的人生 漸漸地 和当时还未遣散露水的 林药浦成为了好朋友 当时 只是两个书生 偶然之间相遇罢了 当年的林药浦 以气风发 袁宏盛就沉吻坎厚 又经历了远入边安排的各种巧合 终于成为了所谓的自由 跟随着时间 一年一年地过去 林药浦在长公主的支持下 在棺牆上边 一路顺风顺水 而袁宏盛就甘心 留在林药浦的身边 做一位清客 甚至当林药浦 无数之暗次明示 可以令到他 成为一方父母官的时候 他都只是探探一笑 拒绝了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林药浦 更加将他视为 自己人生之中唯一的自由 就是宰上大人 怎么都没想到 这位朋友 一开始就背负着其他的使命 林药浦其实漸漸地 适应了这一种人生 因为院子里面 一直都没有任务 安排给他 唯一知道他身份的那几个人 也都一直保持着距离 这几年里 袁宏盛唯一帮助监察院 做的事 就是在创山别远 林二公子被杀之后 帮监察院 说了一个大话 栽赏了给东二成 正正就是因为他说的 所以林药浦信了 袁宏盛这一生 即是背叛了林药浦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 这样就足以令到 宰上大人 隐然地退出朝廷 这一个是闭客的意思 经由监察院 叫他具体执行 或者是老朋友的背叛 真是令到宰上大人 看清楚这一个世界 所以 第二天他的入宫 就变得没办法阻拦 就连范健连回暗示 他也都视若无睹 对于林家的将来 宰上草就已经 全部寄托于 女性范贤的身上 自然就不愿意 将陈家拉落这一潭黑水之中 三月中 礼部尚书各有知死 迎部尚书寒之为被贬 采上大人请罪告老 陛下玩流无果 赐银饭香 监察院 关于吴百安一案的 所有举措 牵消云散 他有位吴士 也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陛下有指 何忠伟才学得幸巨佳 入宫受赏 因此免试 任监察院遇事 为什么 范贤踩马车之上 小小力地 弹了弹 手入哪个那张纸 这个 在监察院内部 传递朝廷动态的报告 他身为提示 虽然这个时候远乡北疆 但是也只是被其他地方 下出几日 就收到了京都里面的消息 外府大人 当然就不是什么 纯属意义上的好官 奸商这个称号 也不是白白得来的 但是范贤依然觉得很荒谬 堂堂一角宰相 居然就这样 无声无声 在庆国的官场斗争之中 敗北 范贤必须要考虑以后的事 虽然宰上岳府 似乎在这一年里面 没怎么帮到自己 但是他很清楚 包括春围案在内的很多东西 之所以朝中的文官 一直对自己保持着隐扬的态度 都是看在岳府的面子上 除了已经凑当了的 各个两位尚书大人 自己在庆国的官场上 从来没遇到过真正的挑战 第293章 白鸟在湖 人在心 霞 范贤文化的对象 是那个带着铁链 没办法起舞的一代红才 萧恩 萧恩有点冷漠地分析到话 为什么 因为你动了手 庆国皇帝 借这个机会 削弱文官的势力 不过 单单两个尚书 又怎么可以满足 一位皇帝的胃口 你是在上的女婿 如今声名大振 日后 如果皇帝 真的想你 执掌监察院 这样 今天 就会为了安全起见 在上 也都必须要 马上落台 至于 怎么样落台 一位皇帝 如果 想一位神师落台 有无数种方法 更何况 你们各位皇帝 向来 都是一个 喜欢用监察院的怪人 之所以说 庆国皇帝是一个怪人 是因为监察院的力量 太过强大 而皇帝 依然无比信任 陈平平 这个本来就是疑数 樊涵 樊涵拎拎拎头 他说 这宗案 有点QK 就算外父 心痛二哥之死 想着被吴白安 断子绝孙 也都有大把办法 可以用 至于 在京中 追杀吴氏 还巧得巧 被二皇子 和李弘城 撞见 那么愚蠢的行事方法 和外父的能力 差很远 少印淡淡地说 在上身边 有奔徒 至于 是长公子的人 还是 你们皇帝陛下的人 其实 没什么区别 樊涵不敢肯定 就算可以逼到外父 下台 一定要有实在的证据 而外父 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人 有什么可能 被对方势力的奸细 可以接触那些 最重要的事 他哪里想到 出问外父的 是那位袁宏道先生 更加暂时没想到 这件事的背后 有监察院的影子 少印有点快意 笑了起身 从那样夜星之中的事 你这个年轻 知道得多少 他绝对有资格 说这句话 当年 庆国朝廷内乱 就是这位老人 一手策划的 如果不是因为 两位亲王 突然之间死了 看不定 现在的天下 早就没有了 庆国的这句称呼 范贤的眼角 微微跳了两下 在这几天 中间 和萧欣的对话之中 发现对方 虽然被囚禁了很多年 不清楚 庆国朝廷的势力分布 但是范贤 微微一说明 萧欣就可以很清楚 发现问题所在 甚至连这次的春围案 那些涉案的警官 会受到 怎样的惩罚 都估得差不多 萧欣曾经说过 踩上大人 一定会因为这件事 下台 但是这件事 会有一些先兆都没有 甚至春围案 根本就没有 消及到相府 和相府关系 破裂承受的 长公主 他远向信仰 所以范贤 并不怎么相信 竟然被他讲中了 范贤 闭面有点惊讶 对于对方 独辣的眼光 这样才知道 姓名之下 无虚视 范贤叹了口气 是前两位路人家 他忽然之间 说道话 我就觉得有点好奇 为什么当初 监察院捉到你之后 不马上杀出你 因为我的脑里 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至少可以落手重点 比如 斩了你的五支 萧欣有点好奇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任何事情都有底线 当事情超过了 我可以忍受的底线 那时 可能 我还拥有杀死自己的能力 而你们 就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范贤挑了 都挑尾 他想了想 确实是有这样的道理 于是他起床 行错一礼 就落了马车 他站在马车的边上 看着远处湖边 慢慢飘荡着的新鲜芦 隐隐约 明白了皇帝陛下真正的意思 朝廷需要新血 所谓流水不负 宰相在那个位置上 要跪得太久了 自己向京都那里 以轰突起 更加就被宰相落台的事情 成为了当务之急 皇宫里边 没有哪位贵人 会允许百官之首的宰相大人 拥有一个 掌握监察院的女婿 如果将来 陛下真的有打算重用范贤 这样就一定要令到宰相离开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将范贤打压下去 但是范贤的心里面很清楚 那位陌生的皇帝陛下 不会真正地打压自己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范贤自己算是后浪的话 这样宰相 无疑就是前边 无力拍岸的浪花 他必须要告别这个历史舞台 腾出足够的空间来 这个只是一次官场上 十分之正常的新陳代者 看得再上来去 都还算瀟灑 想起来早就顾到 这个故事的结尾 但范贤想到了 留在京都的怨疑 又想到了那位 和自己很有默契的大宝 心里面依然有点担心 眉头上边 也涌起了谈谈的休息 唉 希望父亲和陈平平 可以保得住 林家的其余人 他走着眉头 看着黄色的芦苇 心里面在想 为什么他们不肯变绿呢 他心里面突一声 开始思考 监察院在这件事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不知道你为什么 范贤感到一丝的愤怒 自己身为监察院的提示 根本就不相信 院里面会不知道 陛下的意图 再联想到斯里里身上的道 他忽然之间感觉到 有点渴冷 陈平平 即是在不断地 脱去范贤 前进道路上的半脚石 哪怕对方是范贤的亲人 首先脱去的手段 显得異常的冷漠 異常的无情 甚至 根本就不会考虑到 范贤的感受 第294章 斯里里的秘密 常 下午的时候 市团经历了很多日的旅程 终于接近了两个交界之处的大湖 大湖没名 就是叫大湖 因为这个湖特别之大 范贤看着前边万颈逼波 湖上边吹过来一阵清风 整个人都精神爽利了很多 面上也都佛露出 阳光而且清美的笑容 虽然市团车队已经来到了大湖 但是最绕湖向东而行 真正在北齐的国境 还需要好几日 范贤很清楚 如果烧印真的要有动作的话 也应该在这几日里边 远处有水鸟 很自在地贴着湖面在那里飞 长长的鸟灰在水里滑行 上一件雨之后 也都很灵活地合上灰 向湖外边飞过去 再用细袖踩着不停在那里挣扎的雨 担实之后过高条颈 露一声吞了落土 看下去无比轻松自在 范贤忽然之间膝头一动 向着很多日都没去过的那辆马车那里行过去 揭连而入 看实微微的恶之后 露出复杂表情的斯里里姑娘 她微微一笑 想着好好地生存下去吗 斯里里微微一外 看着不清而知 很多日都没见过个范贤 心里不知道是怎样的想法 听到这句金特压的问话 更加就是莫名其妙 她微微一笑 说到话 刘毅都尚且偷生 更何况劳家呢 范贤不喜欢听到她以劳家自称 今日她硬是要自称劳家 依然是那个小女心性在那里作祟 毕竟她不是一个真正老辣的女间碟 马车这个时候向前边行起身 微微一震 她就在斯里里的身边 斯里里也都极为不察觉地 向旁边挪了一挪 似乎要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范贤明明就出了尾 她直接说道话 你的身体里面有毒 我相信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斯里里的相貌清亮 她望塞范贤的双眼 沉默了很久之后 她才幽幽地说道话 是真的 我看你似乎不是很吃惊 今次还可以生欧欧地从牢中出来 我还可以对什么事吃惊 斯里里略大一诗自周 这个叹色星非常之燎人 小范大人精于用毒 既然你说我体中有毒 那自然是真的 庆国监察院总有控制我的手段 我早就估到这一点了 范贤望着这个女子美丽的面容 等了很久之后 也没有说什么话 其实入境而来 真正要说到苦味这两个字 身边所见的女子 每一个及得上斯里里 范贤微笑着意解释道话 这个不是控制你的手段 是用来对付北齐皇帝的手段 斯里里再也没有办法假装镇定 她好吃惊地想着自己的伤信 等了很久之后 直至焦虑地说到话 什么意思 范贤看着她的反应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边隐隐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虽然自己猜到对方的反应 但是一旦发现 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 在斯里里的生活中 依然有一定重要性的时候 那时她微微一笑 呼吁平静地说到话 这种毒会经过你的身体 感染北齐的皇帝 斯里里看着她的双眼 忽然之间咬了咬嘴唇 她说到话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范贤很温和地笑到话 因为我知道 你打算改变这件事 在你还没达成目的之前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陈萍萍究竟是用什么方法 可以控制住你的 斯里里沉默了下来 别回答她的问话 反而消灭如花地说到话 算了算了 既然范大人已经说了给劳家 劳家去了上经 自然就有解读的法子 真是要多谢你了 范贤嘲笑到话 这种毒虽然不猛烈 但是除了我之外 天底下大概只有皇帝里边的国弯寓意 有解读的手段 难道你可以说给北齐皇帝知道 你的四处带着这种毒 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 无论是北齐皇帝 对你存在几分情意 似怕你这一世都没办法入皇宫了 斯里里哭核强地说到话 不入皇宫又怎样 大不了是你们监察院的 红旧招计划破产 和劳家又有什么关系 范贤终于生气 他渴迟到话 我说过了 我不喜欢听到奴奸这两个字 不知道你为什么 斯里里的眼眶红了起身 他望着范贤 狡牙切切地说到话 但是在大人的心目中 难道不是连奴皮都不如吗 范贤望着这个红官人 清理的面容 眉头就越来越紧 他想判断对方内心深处 究竟是有什么想法 等了很久之后 他才冷静地说到话 我想少姑娘 应该很明白现在的情况 你的人生 至少向目前来看 都还未可以自己完全掌握 至于将来是怎样 这是将来的事 而且我觉得 姑娘你也没想过那些 很无契的事 无契的事 斯里里带着一丝冷笑地 摸索她 没错 确实是很无契 大人和我 只是人生路上偶尔相逢的一对男女 互相利用 总比互相温暖 要来得真实一点 可靠一点 姑娘可以明白这一点 本官好高兴 为什么你对我和陈平平之间的协议 这么好奇 斯里里另转身 用三角抹了抹眼角 马上就恢复回平静 她微笑如花地小小声 你是监察院的提示大人 应该对红袖礁的详情 很清楚 第二百九十五章 斯里里的秘密 下 范閒自招话 我对于红袖礁的计划 很了解 只是目前不是很清楚 陈院长大人是怎么说服你 既然姑娘知道自己 即是陈平平用来传读的可怜企 为什么还不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告诉我 视里里强作平静 看实面前这一块既年轻 有英俊阳光的面容 心里面就行得很厉害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短短的旅程之上 她竟然迷上了这一块 偶然老了天真微笑 但是一想到之前 她那些这么绝情的说话 那份恨意就从她心头涌起 冷冷地说 陈平平可以给我的药 难道你可以给我 陈平平老了 我还年轻 这一句说话说完 范贤和施里里 都同时觉得有点不妥 本来是很严肃的利益谈判 但是似乎不知道为什么 带上了一丝 我一会的调整色彩 陈平平可以给到我的 难道你可以给到我 陈平平老了 我还年轻 一股淡淡的吉子花香 在车厢里面离弯 范贤咳了两声 施里里面上的红云 也都一闪即逝 这对男女 确实心里边有鬼 如果不是的话 绝对不会因为 这些平常的两句对话 就尴尬成这样的样子 施里里眼珠一转 似乎也都想明白这个道理 看来范贤对于自己 都还是君子有所好求 他不由得 唇角微笑 露出一丝骄傲 但是又收劫的笑容 范贤又咳了两声 他解释到说 其实我可以猜到一些 姑娘有途必大 但是陈平炳 毕竟已年老 说不定再过两年 就死了 如果姑娘愿意 跟我合作的话 可能成数 或者会大一些 施里里略感愤怒 但是依然就强压怒气 起回思量之后 他说道话 范大人你还没告诉我 我可以有什么好处 我会解释你身上的毒 一旦我将来可以 执掌监察院 一定会动用北域的力量 全力辅助姑娘 在北齐皇宫里面向上扒 施里里拎了拎头 他冷笑道话 国境商隔 庆国虽然强大 监察院的密探虽然厉害 但都没办法将手 伸到北齐的皇宫里面 而且谁告诉你 我想要的 就是北齐皇宫里面的位置 范贤一时无语 施里里忽然之间 眼里清光一转 招了招手 好像召唤寵物那样 苦味一笑 他说道话 大人 你臭埋点 这件事 不可以传入旁人意中 发贺苦笑 知道这个女子 要出一出 这几天里面 给自己冷落的怨气 他微笑着 控着耳朵 都还没听到声音 就感觉到 一股微热的气息 噴打向自己的耳垂之上 他心头一意 闻着鼻里面 传过来 一阵阵淡淡的体香 马上就被摘下来的内容 震惊着心神 等着很久之后 这对年轻男女分开 斯里里 似笑非笑的 帮室范贤 他小小声说 我冒着奇险 将这个协议 告诉范大人知道 那请教大人 你可不可以帮我 完成这个协议呢 范贤的眉头 皱成一个穿字 都还没从震惊之中 摆脱出来 他令出令头说到 我不相信 陈萍萍是什么人 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 也都不会告诉你 连你都不信 他自然不怕我到处说 反正天底下 都没什么人 会相信那个老匹夫的心里面 竟然传着这样的想法 范贤只小一着和 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他还没笑笑话 哦 原来是这样 他看着斯里里 忽然之间说 早年在京中里 一直都有传言 华斯姑娘 在开国之初 某位皇族的遗孙 本来京都百姓 都只是以为 这个是姑娘 至高身价的一种手段 如今看来 反而更像是真的 斯里里慢慢闭上眼 等了很久之后 才小小声话 我的真名 叫李尼斯 范贤眉笑着 看着他光滑的下巴 忍不住小小力地 再再下自己的手指 他叹息一声 说到话 唉 难怪北齐皇帝 不会再以你的身份 难怪你会甘心 被陈平平利用 即是我要劝你一声 你是一位姑娘家 和那些阴险的老毒蛇 比起身 实在太暖了 小心点 如果可以在北齐的皇宫里 安定下来 先将和陈平平的计划 放开 不要理他 斯里里看着他的上眼 略感猜疑 也略感温暖 他甜甜一笑 狂吐话 多谢大人关心 只不过我已经将 协议的内容说了出来 不知道大人 何时帮我解读 翻闲微笑着话 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准备一些材料 另外的就是 这次市团的事完了之后 我会想办法 从院里面接受 姑娘那位弟弟 准确来说 应该是那位细子的安全问题 还请姑娘放心 在我的手下 不会再次出现 细子从北齐那边 偷偷地撩到慶国的事 斯里里沉默不语 在俠少的车厂里面 站起身 很困难地 对着范贤行左一礼 第296章 掌公主的愿景 上 在前一辆马车之中 萧欣门头的白发 就像钢针那样 触得很紧 老人家沉默地 躺在椅子上边 双手搭成了一种 很奇怪的姿势 好像一朵莲花 就离要盛开那样 助手手指尾微微微笑着 贴着有些臭的马桶边边 萧欣看来宏口的真气 慢慢地运转起身 一股淡淡的声气 掩盖了车厂里面的耳尾 一滴极为之浓稠 黑色的液体 从它漸漸恢复好的经络 里面逼了出来 沿着手指尾指甲的前边 慢慢地递入马桶里面 那滴浓缩精华毒液 挖下去马桶之后 萧欣眼里面的光芒 慢慢地承起身 双手胡欣做了一个手势 将体内一直敏乱不适的真气乱流 漸漸地屏幕翻下来 在监察院之中 他一直收着刑和读 那位降头的七处前任主办 十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 所以落手的分寸 抢握得极为之好 始终就令到萧欣 游离在边缘的地带之中 向出境之后 范涵用的法子就更加霸道 直接静默注射毒药 更加就令到萧欣的身体技能 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但是就好像悲戒 在范涵小时候 说过那句话那样 落毒最关键的 都还是在于一个落字 被不见得 是毒药越猛烈 效果就越好 范涵不经缺少 面对萧欣这种特例人物的经验 他似乎没有想到 经过二十多年的折磨 萧欣的体内 早就已经容纳了数以百计 而且种类繁多的各种毒素 这些毒素在他的体内 形成了某种平衡 既不会令到他死 也不会令到他 寻求到真是逼毒的途径 但是这一次 扮行所用的毒素 就好像一把开山大虎 夹硬砍入了 错终复杂的成结之中 虽然在成结断裂的时候 被萧欣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但是这样就令到 这位沉浸毒药阴谋之中 几十年的利害人物 找到了一丝 解开成结的机会 萧欣的嘴角微微笑起 干枯的伤唇 在白雪的头发影衬底下 显得十分之恐怖 忽然之间 他颠开眼光的寒望 整个人的身躯突然了下去 马上就显得创老了很多 身体只是不断地 散发出一股老人的味道 车队慢慢地停下来 开始向湖边 寻找合适的地点去扎营 远方的客气就好像寒风一样 从市团的右边掠过 向前边掃挡 然后再归队 黄启年从外边摸出锁匙 打开了密封得极为之好的铁门 满面恭敬地走进来 服侍萧欣食物和清水 又极为之细心地 用湿毛巾帮他整理了一下面容 最后才问到说 可不也要削头发吗 萧欣拎出拎头 眼里变寒忘一射 但是又软欲无力地跃下来 用着微微施压的声音说到说 樊大人 今天何时来啊 这个问的就是 樊贤每日例行官读的事 黄启年微笑着回答都说 嘿嘿 来过境不远了 萧范大人的意思是说 萧先生可以面去每日之苦呢 萧欣的面上没有露出 私豪的喜悦知识 只是省了双眼问到说 听说这位范大人 明年就会执掌 宗欣国的内父啊 黄启年以为是饭闲说给这个人听 所以也都明媚在意 他笑着说 是啊 那里是全天下最有钱的地方来的 难道比业家足有钱呢 萧欣的唇歌露出一丝轻灭 黄启年明明一外 马上就想起了这个陌生的名字 他笑着说 哈哈 叶家早就散了啦 什么话 萧欣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双眼里面的神色有点震惊 然后连望隐藏起身 见到他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谈 黄启年暗松一口气 将马桶从灯下边拿了出来 扑低身落了马车 黄启年掩着个鼻 拿着马桶去车队另一旧的营地里面 到了最中间的帐篷里面 将马桶放下 埋怨到话 哎呀 这个老儿不啊 一天到黑 还在柯这么多 哼 混了二十几年 身体机能还恢复得这么快 我也在怀疑 这个老鬼究竟是不是人来的 翻闲微笑注定转身 行对黄启年的身边 打开马桶里面的盖 周十眉头说 挺他的掣 真是臭 这首棋真是臭 新阳城那座华丽的离宫里面 白色的沙漫在轻游的春风里面摆动着 初春的天气 这个离宫里面竟然一片清冷 宫里面种的全部都是寒梅 和京都皇宫里面的广顺宫 極为之相似 白沙之后 盘押向矮塔上面的那位 由美而怯懦的女子 燕热一笑 其实对面只剩下的乐子的亲信 这位亲信 姓王 明依 名字很普通 但是 就是极有计谋之人 听到掌公主的说话 她沉稳一笑 说到 掌公主面前 就算是世间角手 也只可以出这种臭棋 不见得 掌公主李环瑞的眼前 发现出一张清瘦的面容出来 不知道你为什么笑了起身 那个孩子是个聪明人 不要以为他之所以那么顺 传是因为范健 和皇帝哥哥亲近的缘由 本公就始终不明白 这个陈萍萍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的好女婿 皇帝拎了拎头 伸手在自己的脚上拍了一拍 她说到 不知道怎么解释 如果硬要解释的话 只可以猜 大概就是陛下喜欢范閒 第二百九十七章 掌公主的原景 下 皇帝哥哥 我喜欢神仪的丫头 爱屋及乌都是有可能 而且范閒这个小孩 闻又可以闻 母又可以母 都算是帮皇帝哥哥 争了点颜面 将公主柔弱地笑着 小小声话 此可惜 他自作聪明 始终都是下了一步 臭旗 市团后队围着那些小猪 喉国走 表面上看着就好像安全很多 但实际上 范范草原 创创大户 岂不是逃脱的好去处 据回报 黑客戒在那里 你怎么本公都知道 所以就看萧欣 自己可不可以逃走 王毅周实眉头说 少印为什么要走 依长公主和上参府的协议 只要少印可以回国 日后东山再起 朝廷和他们司徒两个人 内外联手 完全有四成的把握 将如今的北齐皇室 牵翻在地 长公主笑着说 少印不是好控制的人 就好像陈平平一样 如果按行程回到了北方 他会完全处在 北齐皇室的操控之下 说不定 又是二十年的牢獄之灾 直到老死 对于我们和上参府的计划 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写了自己的名声 写了严冰云那个可怜的官员 就是为了换得少印的自由 这样 上参府才会履行他的承诺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 来破坏这件事 如果上参府反悔 那怎么办呢 他毕竟是北齐大将 少印会甘心为北齐卖命吗 而且本公如果出手 上参府就算不作反 但是战家那帮蠢材 只怕都会逼住他作反 嘿嘿 掌公主先无违策 无人能敌 不要拍马屁了 掌公主 咁实嘴唇 有点怕怕丑丑的笑到话 我真是比皇帝哥哥差得远了 他忽然之间叹在口气 目光超过重重的白色沙漠 不知道投向哪里 美丽毛鼻的面容上面 有点痴痴的样子 眉目如画 神情如先 旁边的皇帝 也都不由得看得呆了 上次言指一事 对于公主的称语 有极大影响 等了很久之后 皇帝才从前边那一幅 这么美丽的画片里 摆脱出来 沉声道话 可惜一直都没有查出来 不过 据京都守秘师叶家传过来的消息 广顺公刺客一事 应该和监察院 撕不脱关系 掌公主依然托拭下巴 痴痴地望着天空 似乎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等了很久之后 才由顺兴启 说到话 王毅沉默了一阵间之后 忽然之间露出一诗愤怒之息 他说到话 在神的眼中 这个不是小事 公主殿下为朝廷一夜囚惑 去年牛兰街一事 愚民利事 都只是以为 掌公主是想杀死法人公子 重夺内户 哪知道公主殿下 可以陛下 寻求一个出兵得上的机会 朝廷从此事之中 获得大量的姜土 但是又谁会记得 这件事与你的关系 掌公主李宏睿的微语之间 漸漸掩户 挥了挥手 说到话 不用说了 王毅望着掌公称丽的容颜 把心又横 说到话 一个言兵云一事 本来公主殿下 只是暗中安排 想不到 被那些小人揭了出来 如今 兴国的百姓 都以为 公主殿下 是理通外国 那帮这样的死蠢 难道就不明白 以公主殿下之专 就算理通外国 又可以有什么好处 他们个个都只会看到 事物的表面 但是就不知道 公主殿下暗中安排的妙策 会被朝廷带来多少好处 掌公主冷冷地望着她 等了很久之后 忽然之间说到话 袁宏道到了之后 通知我 王毅欲言又止 等了很久之后 掌公主笑出笑 又声到话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世人看不穿 只要皇帝哥哥好 庆国好 我才不会在乎那些 王毅心头一震 隐约感觉到什么 但是就已经害怕到 不敢多远 陈萍萍应该都有 她自己的计划 掌公主微笑着说 我相信樊涵这个可爱的 小孩都有她的计划 说起来 其实大家对外的目的 都差不多 只是对内上边有一些差别 如果萧欣这次不能逃走 那么到了上经之后 叫我们的人和使团联系 让范贤配合我们的行动 王毅大感震惊 心想怎么可以和敌人联手 似乎猜到她在想什么 掌公主由约不堪 但是就暗藏嘲义地说道话 有些东西是不应该你考虑的 你今天说这些东西 是想感动本宫啊 她称丽的双眼里面 闪过一丝荒谬知识 本宫此生 最讨厌的就是 被你们这些族人感动 属下不敢啊 王毅大汗临来 担告头望着掌公主 她小小声问 那 燕小燕那边 关于小范大人的计划 要暂时终止吗 为什么要终止啊 掌公主微笑嘴望着她 我顾寒意 令王毅低头 我很喜欢凡行这个小孩的 这个女婿没让我失望 所以我真的不能距离我太远 无论死活 都应该是个很美的男孩吧 这位庆国最莫名其妙的美丽女子 微微地担高一块面 清美的面容上面 无比坚毅 她心想 谁说 女子就不可以在这个天下的舞台上发光 以前既然曾经有过一个 时机就一定可以成为第二个 之后 优独播剧场子 而 喊